我們跟索馬利蘭是基於這個自由民主理念 這樣一個共享理念來結盟 這是非常重要的 與索馬利蘭呢 他們其實1991年就已經獨立了 他們舉行了三次的總統的選舉 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民主國家對民主的國家 我們當然有很多共享的價值 包括自由、民主、人權 這個是我們跟索馬利蘭交往 很重要的一個共同價值跟共同的語言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根基之下 我們會持續的強化與索馬利蘭方面的一個交往 我國呢因為是主權獨立國家 所以我們也會秉持一個互惠互利的原則 跟世界上任何愛好和平 崇尚自由民主的國家 我們都會交往 我們也會持續的跟裡面相近的國家 不論是就這個索馬利蘭相關的交往區域的情勢 以及其他的一個合作方面 我們也會深化我們的一個互動 跟我們的一個關係 那想請問這個外交部對於中共 來武力干預台所之間的交往 那有何評論呢 索馬利亞記事報其實就像昨天跟大家第一時間分享的 它其實它是引述一個不明的這個消息的人士 那對於消息人士拒指出相關的這個傳聞 所以對這個報導本身 我們沒有回應 沒有進一步的評論 因為這是對於我想不具於消息人士的相關的報導 基本上呢我們就不予評論 我想這個是第一點要先做說明的 那就這個客觀的情勢來講呢 我國呢會這個持續對相關的這個情勢呢 都有密切的掌握 那也跟這個索馬利蘭相關方面呢 我們都管道很暢通 溝通的管道非常的暢通 那我們也是密切聯繫協調當中 當然我們會注意相關情勢的一個發展 那對於這個目前我們跟索馬利蘭的 不管是外交部門或是其他部門 我們持續就大家剛剛提到很關心的 相互互設代表處的事情呢 我們持續的在聯繫積極的規劃當中 那這個目前剛剛有人問到大概進度是什麼 目前我們規劃大概八九月的時候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這個完成這樣子的一個設處 那當然要看其實疫情有很多的這個影響 所以這目前初步的規劃 從這個方向來辦理 那我們目前跟索馬利蘭 不管是外交部門或是其他相關的部門 我們都持續的積極協調當中 我們會持續的秉持互惠互利的原則 跟索馬利蘭方面來進行的磋商 目前進度都相當的順利 溝通良好 互動也是良好 大紀元時報遍布全球 不受財團 政黨影響 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 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欲教於樂 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訂報轉線 0800-566-688